接下來要講的叫做乾電池的使用 我們說使用的時候要注意型號 台灣大部分都講的是一號二號三號 他就叫AA或者是 A或者C或豬 大部分講的是一號二號三號 不過這個東西你大概不需要特別注意 因為你買錯你就裝不上去了 你買得太大就塞不進去啊 你買得太小就會鬆鬆的就卡不住啊 所以基本上你應該不會弄錯 你應該不會只是說當然你要看清楚 尤其是常用的又是四號跟三號 看清楚一下你要用的是四號還是用的是三號去買這個沒有問題 你比較有問題的是你的正負極會搞錯 你要問你的正負極搞錯 然後呢注意他的電壓 你基本上買到都是1.5伏特一般的乾電池都是1.5伏特 但是也有賣方形的 9伏特 他怎麼變成9伏特 1.5怎麼變成9 裡面有6個串臉 裡面放6個串臉 就變9伏特 OK嗎 好 注意一下 型號 你們常做錯這個 正負極接錯 正負極接錯 有吐起來那頭是正負極 偏偏那邊是 吐極 正負不要接錯 就是不會動 就是不會動 OK 然後呢 然後呢 乾電池要不要漏液 有漏液就擦乾淨然後丟掉 或者不要說丟掉 回收 回收 不要再用 要再用 要再用 然後電池長時間不用 他自己就會把電慢慢的放出來 所以電池也是有使用期限的 他使用期限比較長 所以我們平常買的 我也特別注意 因為買來都會有電 但是他也是有使用期限的 你放太久他會吃完後 把電都放光掉 放光掉 就會不甘使用 而使用 然後 當然電池的優點就是 大家講話封在一個孔子裡面嘛 所以電解池不易外漏 也不用補充 也補充不了 然後呢 很輕 就算最大的 一號電池 也可以選擇來 另外就是沒問題 很輕 然後使用很方便 所以到處都在用 這個以下他不在用 大家都小 不在用 他的 缺點就是 電壓比較小 他只有1.5伏特 而且容易衰減 尤其是碳溪電池 他就很容易衰減 你講過了 衰減到你的容許電壓以下 他就推動不了 你就會說他已經 沒有電 你就會說他沒有電 OK 我們前面提過 所以碳溪電池 他就很容易衰減 所以我們會說 碳溪電池的壽命比較 短 比較小 那麼 基本上乾電池是不能充電的 這個不能充電就稱為一次電池 原電池 不能充電 特別是碳溪電池 不可以充電 你硬去充他 你可能炸掉 你可能爆炸 會有危險 不要做這些事情 那麼 檢膜電池也有限制 有一些人就發 你那些什麼 可以對乾電池充電的那種東西 你要用他要小心 看清楚說明 不是死都在把他 把他丟掉 來看清楚 我剛剛給你提過了嘛 我為什麼要講充電 讓我有電 那其實就是容許的電壓不同 所以呢 我拿到這個電池 已經低過他的容許電壓 他就沒有電 然後另外的電池 同樣的電池 然後電池 沒有低過他的電壓 他是有電 所以 這價值是有電 這我們前面講過這件事情 就是看看他的充電 那麼這種不能充電的叫做原電池 一次電池 那可以充電的就叫做二次電池 充電電池 二次電池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教這些 這些千電池 里電池 涅可涅漆 都是 可以充電的電池 那我講過了 國中基本上 講的是千電池 講的是千電池 其他就草草帶過去而已 簡單帶過去 我們等一下就跟各位說明一下 他的狀況 OK 抱歉還有一個東西 考試有很無聊 可是考試有考的 就是放電的時候 我們是化學電池 是化學能 放電產生電 所以放電的時候是化學能變成 電 充電是給我電 給我電 所以變成是電能轉成化學能 所以這次考試很簡單很無聊 可是有很多問題 請問你充電的時候是什麼能變什麼能 放電的時候是什麼能變什麼能 不是有人會問這個 請你把它看一看 了解一下 欣賞一下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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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